大家好我是菜刀 今天的话我们给大家带来新的一期视频 本期视频的话主要给大家讲一个 就是说弱逼的玩法 弱逼独苗对吧 当然这局势其实不是独苗 但是跟独苗没什么区别啊 我们来看看这局势发生了什么 这个选将框的话 是一个三个卫国和三个五国 当时在直播 因为当时那天好像前面两局是因为 好像是因为连着赢了两局卫国了 还是因为什么来着我忘了 然后咱们这一局就说不选卫国了 选一把弱逼五国吧 因为当时好像是卫国两连胜了 好像是 然后的话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 比较弱的这个陆逊啊 然后这个陆逊陈武董席 因为陆逊的话感觉陈武董席 陆逊的话配陈武董席 感觉比丁凤要好一点 丁虽然三血 但是陆逊的防御 还有这个过牌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时选择了一个弱逼啊 陆逊陈武 然后我们看这一局去发生什么 这个组合真的很弱 这是实话必须得承认 然后咱们两倍速 二号位一个闪逃 八国阵和顺手 真的非常不错的手牌 一号位点尾 杀我们闪 然后那我们这个牌的话 就挂上装备过了 一个八国阵 一个寒冰剑过了 也不要再乱顺了 下加回合开始 就在有技能 然后杀了一刀点尾 那应该是个俘国的 他觉得我挂了寒冰剑 也没有杀点尾他觉得我就是胃 这种人也是非常的年轻 对吧 然后四号位丢了个杀 没有跳身份 五号位丢牌 六号位也是这个酱油 都在酱油过也没毛病 五股丰登 五股丰登 装备 闪 点尾拿了知己知笔 我们继续拿闪 没有好的装备就拿杀闪嘛 对吧 没毛病 这一轮下来以后 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人 愿意帮这个点尾出头去干 那个三号位 但是好像也没有人干点尾 就感觉这个游戏 节奏有点慢 就感觉在直播嘛 感觉有的时候不够激情 当时呢 万物皆有变换 岂能长交互 我觉得不太激情 当时呢我就 这个这个为什么要看呢 他不是已经杀过你了吗 你看别人不好吗 这点尾特别幽默 你还不如挪个装备呢 当然挪装备的话 大概率挪我的八号阵 其实也挺不好的 然后我觉得游戏节奏太慢了 我说那放个男猫 新带点节奏吧 正好手牌一出了 对吧 丢这么多张牌 感觉不合适 丢了这么多张牌 你说我丢哪个牌 再丢杀不杀点尾 又被别人当成卫国了 对吧 放个男猫 新看看吧 这个丢杀表 你看居然没有人干点尾 好像是大卫 而且二海还开 说明真是大卫 丢杀出来了 草草一看 你点出来那我也出来 那我一看 呦不好啊 三个卫国 那得跳了呀 结果真的是运气非常好啊 结果居然真的顺到了丢尾 丢尾居然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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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闪 对吧 然后的话 那我们顺到了远交进攻和桃子 那为了用远交进攻 那就得亮将了 对吧 远交进攻 我们还含兵了典尾的一个无险可击啊 结果这个外面 这个还有一个无险可击 是卫国草涛的 但是外面还有无险的可击读条 不知道是谁的 然后赵云甘缝直接双量 表示两三个卫国了 得出来出力了 杀了一条这个张和 你没毛病 爱兵如子 胜乃可救 要表示要火攻无国 对不起狗必须死 对吧 那你杀我的八卫阵 是不是有点不太理智啊 但是他好像也没办法 他也不可能去杀赵云是吗 杀赵云帮别人回血了 过河拆桥 然后的话 这个五号位的话 去按着跳了一个 飞位 然后草操开A 点位表示呢 反正也没有人给我补牌 我也没牌 我也没技能 我就托管吧 再度性托管 以欲代劳 然后以欲代劳 草操开代劳 这张和呢 表示还是没办法 这个时候 草操又开了一个 真的是不怕 对于死 好多说 队友爱死不死的 跟有什么关系啊 对吧 这个搞死敌人才行 对吧 反正李典只要活着就行 这个张和放弃了 哎呦 真的还A死了一个孙上香啊 还是我的队友孙上香 瞬间感觉好心痛啊 然后又放了一个万键启发 哎呦 真的是好难中 留得 留守一张牌 何仇不破敌 然后八二位要两张牌 一起了吗 一起窗 便托付将军了 为什么不把技能给赵云呢 他能多两张牌 然后走杀 那点尾应该是凉凉了 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 局次已经是非常明朗了 我们可以暂停一下 看下去 场上有两个蜀国 两个魏国 从降面强度来讲的话 两个魏国应该是 肯定是强于这两个蜀国的 对吧 但是 怎么讲呢 也不能说一定是强于两个蜀国 应该说是从状态来说 他们是强于蜀国的 因为邓爱点尾 邓爱这个李典三血 还有三个田 但是他被乐了 对吧 我们也就是说 觉得这个局吧 就看戏吧 因为这个暗奖 他非魏 有可能有三个蜀国 虽然这两个魏国的状态 比这两个蜀国的状态好 但是你要知道 这暗奖还有可能是蜀国 我们还是尽量看戏 我们已经死了一个队友 而且是弱逼 弱逼的拿法就是看戏 看戏找状态就闲了 别管别的 弱逼有的时候 还要装一包傻子 对吧 假装自己是菜逼 这时候这个马超丢牌 有个毒条 好像是个曹操越尽的样子 然后我们就是吃个桃子过 这个时候呢 我们其实这个牌 是可以再夺一次的 可以再夺一次的 但是我觉得再夺一次 没有太大意义 算了吧 我们丢了个连弩 丢了个连弩 我们丢了个连弩和杀 丢了个连弩和杀 有人说你为什么 不用连弩夺逼呢 对吧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想装一包傻子 因为这个局 我害怕他们有人打我 有人打我的话 我扛不住 就我觉得再夺一下 不一定夺的桃子算了吧 就当时 当时在直播的时候 我就这么给大家讲 装一包 装一包太低了 假装自己没有存在感 因为你陆训 一直夺是一直夺是 也挺有存在感的 然后这个赵云呢 结果非常厉害 回满了 真的很尴尬 这样的话 其实我有点担心了 因为李典两血被弄 如果按键支持数国的话 可能要崩的 可能我要打不过数国了 赵云没想到 一血回满了 这个早知道赵云能回满 我妈妈看了数国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按键呢 郑败力的 就干这个李典 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不好说 反正都有可能 群雄跟吴国也有可能 然后曹桃借刀 曹桃借刀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觉得啊 这个真的李典 不能死啊 李典 如果李典死了 感觉要输的 兄弟们 真的感觉李典死了 要输的 我肯定是不能杀李典的 我肯定不能杀李典 但是我也不可能说 留陶子去救他吧 就我觉得赶紧杀蜀国了 对吧 寄希望于暗角不是不是蜀国的 看看想办法就打去打蜀国了 看看能不能过的什么有动的东西 如果也是没什么有动的东西 就一张给我拆啊 丢掉了 那继续存牌吧 存了一个九属云杀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新牌队啊 刚才这个新牌队刷新的时候 这个AOE还一个都没出呢 就这55张牌里面 应该是有三个AOE的 击骨于此 极致四方 莫再继续 赵云 赵云化南白 那这个南白的新牌队 可以讨厌第二季 因为曹操坚冲了一个南白的新 因为这个牌队有可能会有桃园结议嘛 结果话音未落 这个赵云化桃园结议 因为离点有可能会找到桃园 谁占到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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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么多 谁占到先机 谁占到先机 四血绿皮也没那么多了 反正是邓爱给自己搞了一身神装 一决斗一杀 暗将阵亡 是什么身份呢 看一看 还真是个熟狗啊 你可真猥琐 赵云放南白 你还不出来 有必要那么猥琐吗 对吧 赵云放南白 你为什么不出来呢 赵云放南白 你肯定要出来 你不出来的话 赵云放南白 你不出来 立眼打你的对吧 而且南白的新 是不是对吧 何必呢 曹操 放南白 我们那种出杀了 击骨于此 一致四方 曹操吃了个豪子 没有杀的样子 这时候我觉得 时机已经 时机已经比较成熟了 感觉可以出来干了 为什么有数个人的状态 已经不行了 扛不住了呀 看看马超 能不能把立点打死啊 马超 哎呦 一杀一杀一决斗 真的能把立点打死吗 有个桃吗 有个桃 兄弟们注意一下 这个牌队呢 刚才我说了 刚才50多张牌的时候 有三个A 但是赵云放了一个 34张牌里面有两个AOE 一南蛮一万剑 而且孟霍还死了 场上都是残血的 马超一血 赵云凉血空城 立点一血 兄弟们 实际一到 而且曹操刚才吃了一个桃子 又出逃救了一下立点 这时候我觉得 就是我们弱逼崛起的时刻 我们弱逼抓住持鸡 对吧 全力过牌 这时候直接阴阳鱼摸牌啊 对吧 然后有个过摘桥 先把立点给弄死啊 拆了立点扔牌 有个万剑 先收人头 没毛病 先收了立点人头 我估计曹操是没桃子了 两个桃子了刚才 均不知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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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马上有个文献 我们躲一下 你没躲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杀了刀 这个肯定死了 有人说为什么不挂三斤刀去刮呢 因为这个你肯 赵云是百分之百死了 赵云是百分之百死了 所以说 你挂三斤刀没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什么意义 还不是留在手上凑火攻什么的 对不对 因为曹操不可能救 有人说你可以杀曹操去刮 蜀国呀 因为曹操有可能有闪啊 他也许刚才只是 贪那个问题启发 想坚雄 不代表他没闪 不要去杀曹操 然后这时候赵云在聊天宫说 宋卫好一点 你为什么要宋卫国 我吴国干过你们吗 吴国地区 从头到尾没干过你们啊 就这么见不得吴国赢吗 我们弱逼呀 连语局容易吗 就这么见不得我们赢吗 还他妈 仇武表毛 对吧 然后运气非常好 就摸到第二张南门二亲 那我们先火攻一下曹操吧 再放南门二亲 直接带走全场 一波四杀 轻松 看似轻松 实则我们这一游戏 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吧 就是前期 对吧 我们就是看戏 看戏 看戏 但三个卫国的时候 稍微出了点日记 但稍微出了点日记 以后发现常常只有三个卫国 然后卫国呢 尤其张和已经死了 就没有必要再处理 就看戏就行了 那张飞呀 太猥琐了 真的太猥琐了 然后我们记一下牌 这个牌队呢 30多张牌 有两个AOE 直接双量去找牌 即使我们没有摸到AOE 兄弟们 我们也要疯狂的夺势 去找AOE 你想吧 我们双量是能摸三张牌的 阴阳鱼对吧 我们至少能夺三次吧 再摸六张牌 有时候34张牌 里面有两张AOE 假如我们夺满了四次 假如我们夺满了四次 过八张牌 对吧 过八张牌 再加上如果您预计好 摸到无中 摸到什么 摸到无中 摸到铁锁重铸 或者说摸到远较进攻 我就打个比方 对吧 或者说摸到真的戴牢 当然我可能夺不了四五次 假如就夺了四次 有可能摸到无中 远较什么的话 再加上我们自己 刚才摸的三张牌 保守估计我们过牌量 应该会在 10张到15张之间 34张牌里面有两个AOE 我们在 我们能过将近15张牌的情况下 过到AOE的概率 是极其极其高的 这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学过数学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这个脑子算不出来多少 但绝对绝对是超过一半的 应该是能达到70%左右 应该 当然具体大家可以算一下 然后我们 而且我们只要找到一张A 当时全场都残血 对吧 我放了一个A 就可以收一个人头 收完一个人头以后 那又是人头 对吧 收完人头以后又是过牌 那收完人头以后过牌 再杀 还能再收人头 还能再过牌 收两个人头 大概就是过四张牌 对吧 过完四张牌以后 排队还有AOE 还有火攻 还要决斗 对吧 甚至还要连奴 对吧 这都是 很容易很容易 就打下来全场 即使你运气不好 没打下来全场 大概率也会进入一个 熬战的优势单挑 这个大家应该赞同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弱逼的打法 弱逼一定要想办法降嘲讽 当然 一定要控制住场上的局势 就是说 你的心得盯着局势 让局势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对吧 好了 今天这一路线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